現在繼續開會 請宣讀提案條文 還有修正動議一併宣讀 請上看條文介紹表 行政院提案名稱 截閉者保護法 委員總統造成32人提案名稱 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名稱 公益揭發保護法 親民黨團提案及委員段宜康等 12人提案與委員宇婉如等 20人提案名稱皆與新政院提案同 委員成名人等19人提案名稱 截閉人保護獎勵條例 委員總統造成32人提案第一張總則 12輛黨團提案及委員成名人等 19人提案第一張 昭米軍與委員總統造成同 行政院提案第一條 為維護公部門及師傅人揭閉者之權益 策制定本法 揭閉者之揭閉程序及保護 以本法之規定 但其他法律之規定更有利於 揭閉者之保護者從其規定 委員總統造成32人提案第一條 為維護社會公益 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有效防治 違法行事與建立連任政府 並保障公益通報者之生命身體財產 勞動條件及其他相關利益之權益 策制定本法 公益通報者之權益保障 本法未規定或其他相關法令 較為有利者從其規定 12件老人提案第一條 為維護公共利益有效發現防止追究 重大不法情勢並保護及鼓勵 揭發人特制定本法 揭發人之保護及鼓勵 以本法之規定 但其他法律之規定 較本法更有利者 適用最有利之規定 親民黨黨團體案第一條 為維護公共利益有效發掘 追查公司部門之內部違法情勢 並保護鼓勵揭閉者特制定本法 揭閉者之鼓勵及保護 依本法之規定 但其他法律之規定 較本法更有利者 適用最有利之規定 委員段一康室 第1條 為有效發現並防止重大不法行為 維護公共安全與國民生命 身體健康及財產利益 鼓勵及保護 揭閉者特制定本法 揭閉者之鼓勵及保護 依本法之規定 但其他法律之規定 較本法更有利者 適用最有利之規定 委員陳明恩等 第1條 為保護及獎勵 人民揭發政府部門及特定企業之弊端 以其打擊部法及促進 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 以保障揭閉人之權益 第3條 揭閉人之保護及獎勵 以本法之規定 但其他法律應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委員館如的二十十人提案 第1條 為維護公務部門與私募門揭閉者之權益 這制定本法 行政案第2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本法所定事項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張者 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爭議者 由法務部確定之 委員總統照等三十人提案 第2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法務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 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張者 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十二領黨團提案第2條 清兵黨黨團提案第3條 委員段一頓等十八人 提案第2條 條文均為本法制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委員稱並等十九人提案第4條 本法制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法務部應設置接閉人保護及獎勵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必由法務部連政署協助相關行政事業務 統籌及辦理下的事項 1.揭蔽案件審查及受理之處理 2.揭蔽人身份保密及人身保護措施 3.禁止公司部門對揭蔽人不利之措施 4.對揭蔽人獎勵之措施 5.對揭蔽人其他權益之保障措施 前項委員會至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得為有幾職 任其二年就法律財經勞工工程醫療及社福等 專業領域代表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林聘之 委員宇宛如等二十人提案第2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但因本法揭蔽行為所生 勞動爭議事項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因本法揭蔽行為所生之公務人員保障事件之主管機關 為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下市政府或縣市政府職當者 由各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下市政府或縣市政府辦理 不能定期主管機關者由法務部定制 涉及司法院事項者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制 行政院提案第三條 本法所稱弊案如下 一 犯刑法獨職罪章之罪 二 犯貪污之罪條例之罪 三 包密其他人犯罪之行為 但以法律有明文規定刑事處罰者違憲 四 違反公職人員立衝突迴避法的處以罰還之違規行為 五 其他重大管理不當 浪費公帑 浪費浪用權勢 或對國民健康公共安全造成具體危險之行為 有受監察院彈劾 糾舉或糾正之余者 六 違反法官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七款 或第八十九條第四項第七款之应付評鑑行為 七 副表一所列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犯罪 處以罰還之違規行為 八 副表二所列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犯罪 處以罰還之違規行為 應付懲戒之行為 請參看副表一 第三條第七款 必案範圍 編號一 刑法 法律名稱刑法 範圍 犯第185條之三 第185條之四及第190條之一 第八項以外及之第十一章公共危險罪 第210條至第217條及218條第二項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者之罪 二 人口販運防治法 犯第31條至第34條之罪 三 洗錢防治法 犯第14條第15條之罪 四 政府採購法 犯第87條至第91條之罪 五 勞動基準法 犯第75條第76條之罪 六 職業安全衛生法 犯第40條之罪 七 就業服務法 犯第63條第64條之罪 銀行法 犯第125條第125條之二 第125條之三 第127條第127條第127條之一 第1項第127條之二 第1項之罪 九 金融控股公司法 犯第57條第57條之一 第58條第1項之罪 十 信用合作設法 犯第38條第38條之二 第38條之三 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之罪 十一 信用托法 犯第48條之一 第48條之二 第49條之罪 十二 票件金融管理法 犯第58條第58條之一 第59條之第一項 第60條第1項之罪 十三 證券交易法 犯第171條第1項 第172條第173條第170條第1項之第4項 第6項第7項之罪 十四 期貨交易法 犯第112條第1項第116條之罪 十五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犯第44條之第46條之罪 十六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犯第30條之罪 十七 保險法 犯第167條之一 第1項前段第168條之二之罪 十八 證券交易投資信托及顧問法 犯第105條第1項第105條之一之罪 十九 檢疫人受保險法 犯第35條之罪 二十 公平交易法 犯第34條之罪 二十一 海洋污染防治法 犯第36條第37條第39條之罪 二十二 毒性及关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犯第50條第51條之罪 二十三 環境影響評估法 犯第21條第22條後段第23條第二項後段之罪 二十四 飲用水管理條例 犯第16條第18條之罪 二十五 空氣污染防治法 犯第51條至第55條之罪 二十六 水污染防治法 犯第34條第35條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第5項 第三十七條之罪 二十七 廢棄物清理法 犯第45條第1項第46條之罪 二十八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法 犯第32條第33條之罪 二十九 水土保持法 犯第32條第1項至第4項之罪 三十 山坡地保育律用條例 犯第34條第1項至第4項之罪 三十一 生命法 犯第51條第1項至第5項第53條第54條之罪 三十二 儿童及少年性波缺防治條例 犯第32條至第35條第36條第1項至第5項 第37條第45條第2項至第4項之罪 三十三 依施法 犯第28條之罪 三十四 儿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有第97條第107條及第108條處罰還之行為 三十五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有第90條第95條第一項處罰還之行為 三十六 老人福利法 有第48條及第51條處罰還之行為 三十七 性別平等教育法 有第36條第一項第二款處罰還之行為 四條二 為第三條第8款 弊案範圍 編號一 法律名稱刑法 編範圍 犯第122條第三項第252條以外之 十 第十九章之 妨害農工商罪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 二 貪污治罪條例 犯第十一條之罪 三 環境用藥管理法 犯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之罪 四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犯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第五項之罪 五 藥事法 犯第八十二條之八十六條之罪 六 私立學校法 有第七十八條之第八十條處罰還之行為 其 律師法 有第三十九條第三款應付懲戒之行為 委員總統讓準三十二人提案第三條 本法所稱公益通報 為公益通報者於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法進行調查前 向主管機關檢舉通報或揭發其所知悉之違法情勢 或提供違法情勢之相關事證 或在訴訟程序中擔任證人 第四條 本法所稱公益通報是由未有刑事犯罪或下列違法情勢 一 違反有關消費者利益 金融秩序 公平競爭 環境保護 医療 衛生 食品安全 勞動權益 交通管理或其他足以損害 社會公共利益而情結重大之法律或命令 至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人之生命 身體 財產 勞動條件 及其他相關利益之權益受有侵害或損害之余者 二 依法定而為之處分 處分之事實構成 潛款之情勢 公務員有下列之行為 適用前項之規定 一 刑法獨職罪章或貪污之罪 條例之罪 二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而情結重大 三 違反政治性侵法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而構成犯罪或因科法而情結重大 第一項第一款法律或命令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指定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十二 利用黨團提案第六條 本法所稱之公益揭發是由細止有下列犯罪或違法行為 或至公眾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利益受有侵害或有侵害之余者 一 涉犯刑法獨職罪章之罪 二 涉犯貪污之罪 條例之罪 三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而情結重大 四 違反公職利益衝突回避法而情結重大 五 違反刑法公共危險罪章 侵占罪章 詐欺被信及重力罪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行為 六 違反銀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信任合作社法 信托业法 證券交易法 期貨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或其他有關經濟財政法規之行為 七 違反空氣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環境用藥管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或其他有關環境保护法規之行為 八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藥事法 醫療法 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法規之行為 九 違反勞動基準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或其他有關勞動法規之行為 十 違反其他經主管機關以命運指定法規之行為 經濟黨黨團提案第二條 本法之用詞第一如下 一 揭閉者 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舉發或提供相關具體試證者 二 內部違法刑事 指故意犯刑法獨職罪章 公共危險罪章 侵占罪章 詐欺被信貨及重力罪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罪 犯贪污之罪 條例之罪 政府采購法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而情結重大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而情結重大 違反銀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信用合作社法 信托业法 票券金融管理法 证券交易法 期貨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 或其他有關经济財政法規之行為 違反空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废弃物清理法 環境用药管理法 土染地下水污染防治法 或其他有關環境保护法規之行為 違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藥事法 医療法 或其他有關卫生福利法規之行為 違反劳动金融法 職业安全卫生法 或其他有關劳动法規之行為 或違反其他经主管机关以命指定法規之行為 三 不當措施 指揭閉者或其关系人所屬机关构 或其上級机关构法人或团体个人 因揭發行為無正当理由 不得对揭閉者或其密切关系 有不利于其身份官职等級 奉及工作条件管理措施解雇降调减薪 等不利益特待遇 宗旨解除 辨更或不給予其依法令契约 或習慣上所因享有之權益 或為強暴 胁迫 侮辱 騷擾或其他干擾之行為 四 受理揭閉機關指檢察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 陣風機構或各法規之主管機關 委員段英康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揭閉事由细指有下列犯罪或违法行為 一 故意犯刑法 獨自罪章 公共危險罪章 侵障罪章 詐欺背信及重力罪章 妨害電脑使用罪章之罪 二 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 三 違反公務員服务法而警戒重大 四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冲突回避法而情节重大 五 違反银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信用合作社法 信托业法 票券金融管理法 证券交易法 期货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或其他有关经济财政之行为 财政法規之行为 六 違反空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废弃物清理法 环境用药管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或其他有关环境保护法規之行为 七 違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药市法 医员法 或其他有关卫生福利法規之行为 八 違反劳动居生法 职业安全卫生法 或其他有关劳动法規之行为 九 違反其他经主管机关以命令指定法規之行为 委员陈明问的十九人提案第二条 本法之用词定义无下 一 揭发弊端 举发未经发掘至不法或妨害公共利益之事实 二 切闭人 执疑本法揭发弊端之人 三 政府部门 政府机关及其附属机构 地方自治团体 行政法人 受政府监督之财团法人 及受政府机关委托之执行公权利用之团体或个人 四 特定企业 至股票发行之公司 及其占股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转投资公司 五 揭发弊案 指揭闭人 依本法揭发弊案 经主管机关审查受理之案件 委员陈婉如等二十人提案第五条 同行政院提案第三条 除第七款第八款部分 不一样为 七 副表所列之犯罪或得以处罚 除以罚还之违规行为 二 把副表二所列之犯罪或得处 除以罚还之违规行为或应付惩戒之行为 有关 这个副表一的部分 编号一 这个它的所有的用词 均与行政院比较是 都改为 第一 手据都改为违反 第一步刑法的部分 与行政院相较 183条之条 多了一个条字 以及 185条之四 后面少了第190条之一 以及后第218条 后面多了第二项部分 二 从行政院第3条第7款的副表一的二 三 与行政院表32部分 少了第35条第36条 及第一项至第5项部分 四 银行法与行政院的话是第8的部分 少了第58条后面少了第1项三个字 六 与行政院提案的第10同 但少了第38条部分 七 同行政院的十一 八 同行政院的十二 九 同行政院的十三 但是少了 第173条 174条第一项至第四项 第六项第七项之最 第十 同行政院的十四 十一 同行政院的三 十二 同行政院的二十 十三 与行政院第25部分相较 多了字第53条等文字 十四 与行政院第26相较 后段第36条部分少了 第35条之后改为第36条 第15 同行政院第21 第16 同行政院第27 第17 同行政院第28 第18 同行政院第29 第18 同行政院第29 第21 同行政院第31 但是在51条后的文字 文字散除了 第21 医疗法违反第106条 第二项之最 第23 同行政院第3 二十四 同行政院的五 但是 第七十六 七 改为76 第23 同行政院的六 但是 没有行政院的 第13 第3 第30 多了行政院 比行政院多了第41条 第24 同行政院的第4 第25 性别工作平整法 违反第38条第38条 之一之违规行为 委员中共造成三十论提案 第二章 公益通报之程序 实在量老男提案第2章 公益揭发制程序 所缘承认认认识 请问提案第2章 揭闭程序 行政院提案第4条 本法所征受理揭闭机关如下 一 公部门之政府机关 够主管 首长或其指定人员 私部门之法人团体雇主 或其关系企业之主管负责人 或其指定人员 二 检查机关 三 司法警察机关 四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五 监察院 六 政风机构 揭闭者为现役军人或情报人员 其揭闭限于向前项 第1款 第2款 第5款 或第6款机关购人员为之 使受本法保护 揭闭内容涉及 国家机密保护法制 国家机密者应向下列机关揭闭 使受本法保护 一 涉及机密等级 四项应向第一项 第二款或第5款机关为之 二 涉及绝对机密及机密等级事项 应向最高检查署为之 受理揭闭机关 任所受理之揭闭内容 非其主管事项时 应将案件移送各权责机关 并通知揭闭者 揭闭案件经移送各权责机关者 人依本法规定保护制 委员总统乱等 三十二人提案第六条 公益通报除向主管机关为之外 得先向公益通报者 所属事业单位或机关购为之 涉及国防军事 海外巡防外交情报调查等机关 或其他被核定为国家机密之 违法情势 公益通报者应提供相关市政 向各该机关或其上级机关 指定之单位或人员通报 或尽向有权侦查机关 或阵风机构通报 实际两条提案第五条 本法所称受理揭闭机关 至检查机关 司法警察机关 阵风机构 或各法规之主管机关 公开发行公司 依证券交易法设置之 审计委员会 经主管机关 汇同行政院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就本法第六条第六款 至第十款情势之揭发 得为受理揭发机关 前向核准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 汇同行政院金融监督 管理委员会定之 委员段宜康等 十八人提案第六条 本法所称受理揭闭机关 至检查机关 司法警察机关 阵风机构 或各法规之主管机关 委员陈明文等 十九人提案 第十二条 揭闭案件受理后 应于十日内 移转主管机关 或司法警察 司法机关 依法处置 并书面通知揭闭人 前向受移转机关 无管辖权时 应将揭闭案件 转交由管辖权机关 并书面通知揭闭人 委员陈明文等二十人提案 第六条 本法所称受理揭闭机关 如下 一 政府机关购之主管 首长或其指定人员 第四条 之机关购 或其关系企业之主管 负责人 或其指定人员 以下 二三四五六 军同行政院提案的 第四条 第一项 揭闭者 为新一军人 或情报人 延期揭闭 限于向前项 第一款 及第二款 第五款 机关为之 使受理本法保护 揭闭内容 第三项 与行政院的第二项 与行政院的第二项 与行政院的第三项部分 除了第一款的部分 第二款后 或改为机 第二款 机密后面的 改为与其外桶 其他 机与行政院的提案桶 行政院提案第五条 横马所生 揭闭者如下 一 公部门 揭闭者 指公务员 公务员 或接受政府机关 够雇用定做 为任何从事工作 或是报酬之人 有事实合理 相信政府机关 够 或其员工 或其他公务员 设有第三条 第一款 至第七款 所列之弊案 据名向前条第一项 受理揭闭机关 提出检举者 二 私部门揭闭者 指接受公司 独资或合伙 商号非法人团体 财团法人 或社团法人之雇用 定做委任 而从事工作 或是报酬之人 有事实合理 相信任职 或提供 劳务对象之 法人团体雇主 或其关系企业 员工 设有第三条 第七款 或第八款之弊案 据名向前条 第一项 第一款 至第四款 之受理揭闭机关 提出检举者 前项第一款 所称揭闭之公务员 指政务官 及各级民意代表 以外 适用国家赔偿法 之公务员 所称政府机关 够 指中央及 中央与各级 地方政府机关 行政法人 公立学校 公立医疗院所 公益事业 政府 捐助之裁判法人 要休息 要停 第五条 行政提案 好 我们现在休息 下午两点三十分 继续开会 继续开会 我们继续宣读提案条文 我宣读一个部分就是 于婉如等二臣提案第五条 第八款副表二的部分 一 二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都提同行政院的 第三条第八款副表二 就增加第三 保险法违反第167条之一 第一项 第168条之二之罪 四 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 违反第105条 第105条之一之罪 其中犯都改为违反 好 据委员总统造成 三十二人提案第五条 本法所称公益通报者 为下列各款 一 本法所规定之程序 及方式 向主管机关通报 提供相关市政 或担任证人之人 一 受雇用从事工作 获自工资者 二 据劳动派遣关系之派遣劳工 三 因承拦或委任契约提供劳务之人 但是委任之律师 不适用之 四 因刑法第十条第二项 或公务员服务法第24条 锁定之公务员 五 其他透过他人取得工作 为第三人提供劳务 或为他人提供劳务 但未具劳务关系者 其用各款外 依本法所规定之程序及方式 向主管机关通报 提供相关市政或担任证人之人 十二 谅党团提案第三条 本法所称之揭发人 指依第七条所规定之方式 对第六条所列之行为举报 或提供相关具体市政者 本法所称揭发人之密切关系人 指揭发人之配偶 或其他身份上或生活上 有密切关系之人 委员段一康 等十八人提案第四条 本法所称之揭蔽者 指依第七条所规定之方式 对第三条所列之行为举报 或提供相关具体市政者 本法所称揭蔽者之密切关系人 指揭蔽者之配偶 或其他身份上或生活上 有密切关系之人 委员成民认识求人提案第五条 对接避人之保护及奖励 以政府部门人员 有不法或特定企业之 不法妨害公共利益 且未经发掘者违宪 第六条 以本法保护及奖励之 接避人以愿配合政府机关调查 提供市政或陈述自己 见闻之不法或妨害公共利益 以事实者为宪 委员与网人等二十人提案第三条 公务员或接受政府机关购定作委任 而从事工作或自报酬之 能够事实合理相信 政府机关购或其他公务员 设有第五条第一款 至第七款所列之弊案 据名或委任律师代理项第六条 第一项之受理接避机关提出 前举者为公务部门之接避者 适用本法之规定 前项所称接避之公务员 指政务官及各级民意代表以外 适用国家赔偿法之公务员 前项所称之政府机关 或指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机关 公立学校公民医疗院所 公民事业国民事业政府捐助基金累计 超过50%至裁判法人及行政法人 第四条 接受公司有限合伙 读之或合伙商号法人或非法人团体 至雇佣定作委任而从事工作或自报酬之人 有事实合理相信任职或提供劳务对象之机关购 或其关系企业或其员工 设有第五条第七款至第八款至弊案 据名或委任律师代理项第六条 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机关 提出检举者为私本文之接闭者 适用本法之规定 行政院提案第六条 接闭者向受理接闭机关接闭后 或于20日内或受理调查之通知 经促请办理后于10日内人未或回应 而据名向下列人员或法人接闭者 至其向受理接闭机关接闭时起 以本法规定保护 一 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 二 据公司登记之媒体业者 三 据法人登记之民间公益团体 接闭者经受理接闭机关受理调查后 为查误实据之结案通知后 再向前项人员或法人接闭者 以该案令经起诉裁定交付 惩判 惩戒 惩处 惩罚 弹劾 纠正 纠举或行政罚还者违宪 以本法规定保护之 前任向之接闭内容不适用第十二条规定 委员中总统上等三十二条提案第七条 公益通报者依前条规定通报后 有40主任具有被下列各款情势制宜者 得向民意机关 新闻媒体 或其他事业单位或机关购通报 一 主管机关位于通报后 7日内通知是否受理调查 主管机关受理后于60日 未通知调查处理之情形或结果 如出主管机关认定 通知会对案件之后续调查处理 产生不利影响者 得以书面序名是有不予告知 三 主管机关调查处理后 认定为公益通报是有单位 采取任何作为 四 主管机关告知采取作为后 违法情绪仍继续存在或重复发生 第八条 有40主任具备下列各款情势制宜者 得进向民意机关 新闻媒体 或其他事业单位 或机关购通报 一 一前二条之通报程序将无法及时阻止 损害发生或扩大 二 一前二条之通报程序将使公益通报 则本人亲属或与其有密切与利害关系之人 生命身体财产劳动条件及其他相关利益之权益受有及或危险之余 至使其受有解雇或其他不当措施之余 三 一前二条之通报程序将使公益通报事由相关之证据受有 湮灭 常例 卫造或辩造之余 四 涉及各级民选首长民意代表 随首长进退之政务人员或机要人员民意代表 顾问之机要或助理贪毒之情势 五 其他非立即通报不足以制止违法情势之发生或扩大 十二条党人提案第七条 揭发人应向受理揭发机关接闭揭发 揭发人勿向受理揭发机关以外之政府机关购揭发 亦适用本法之规定政府机关购并应移送受理揭发机关处理 有事实主任具备下列各款情势之一时 揭发人得向民意机关或媒体揭发 一 依前项之揭发将无法及时阻止损害之 发生或扩大 二 一 依前项之揭发将使揭发人或揭发人之密切关系人之生命或身体受有疾或危险之余 三 一 依前项之揭发将使揭发人或揭发人之密切关系人受有不当措施 四 一 依前项之揭发将使与揭发情势相关之证据受有厌灭常密未造或变造之余 五 受理揭发机关为审计委员会时 受理揭发机关无正当理由为于三十日内通知以进行调查 揭发得以延迟书面电池记录或其他适当之方式为之 其非以文书或电池记录为之者 受理揭发机关应做成书面记录 委员陈明文等十九人提案第十条 委员会应于接受举发后二十日内做成受理与否之决定 并以书面通知揭闭人 无二十日内未为决定视为已受理 委员会应于接受举发后二十日内做成受理与否之决定 调查之通知经吹告后于是日内人未或回应 而去名向下列人员或机关够揭闭者 并以本法规定保护 以下一二三款同行政院第六条的一二三款 第三条及第四条之揭闭者经受理揭闭机关 受理调查后为查无实据之决案通知后 再向前项人员或机关够揭闭者以该案运经起诉 裁定交付审判惩戒处 惩罚弹劾证举举或行政法还者违宪 以本法规定保护之 前后一项之揭闭内容不适用第十三条规定 委员中口罩等三十人提案第九条 公益通报者得以书面电池记录或延迟之方式 具名或匿名通报 以表委任律师代为之 以延迟方式公益通报者 应亲自或以书面委任律师 至主管机关进行陈述 由主管机关做成记录 并经公益通报者签名确认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四条 揭闭者应具名以延迟书面电池记录 或其他适当的方式 向受理揭闭机关为之 其非以文书或电池记录为之者 受理揭闭机关 因录音录影做成书面记录 揭闭者向受理揭闭机关 以外之政府机关构媒体为前项行为 而经该机关构媒体 任符合第三条规定 以受理揭闭机关处理者 适用本法制规定 委员段银康等18人提案第七条 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四条 除第一项的部分 后段应录音录影没有外 以及第二项机关构后面 媒体没有外 其他军统 委员成名问的19人提案第九条 以书面举发应由揭闭人 亲自签名盖章或案指印 并记载下列四项 一 揭闭人之姓名性别 出生宁愿日住所 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护照号码 二 对揭闭政府部门及其人员资料 三 揭闭之室友 四 有无请求保护之室友 五 有无请求保护之室友 六 附件 举发以延迟为之者 应由接受举发机关 就前项应记载事项规定 做成笔录 并交揭闭人确认后 签名盖章或案指印 本条第一项第六款之附件 如为揭闭证据或相关资料 受理单位应特别著名 并加以保全 委员中统道等30人提案第十条 受理通报之主管机关 应于文书保密相关之规定 将案件之受理调查 情形调查结果及相关文件 制作记录并流存 违反前项之规定者 按其轻件轻正 依法追究刑事与刑现责任 十二页岛南提案第九条 第五条第一项之受理 揭发机关 对揭发内容应依法于 职权范围内 为必要之调查 第五条第二项受理 揭发至审计委员会 得请求第五条第一项之受理 揭发机关 为必要之调查 调查除刑事犯罪 得以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外 得请求相关机关 或要求有关之机关 法人团体或自然人 提供必要之文书资料或物品 并得以书面通知 相关人陈述一件 受理揭发机关 应将案件之受理调查过程 调查结果及相关文件 制作记录 并应于调查终结后 将调查结果通知揭发人 第三项受请求之机构 法人团体或自然人 对于主管机关要求 提供必要之文书资料或物品 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经营党长谈提案第六条 受理揭闭机关 这揭闭内容 应依法于职权范围内 为必要之调查 为进行前向调查 除犯罪因因刑事诉讼 及其他法律所定制诉讼程序 追诉处罚外 得请求西方机关 各法人或团体提供必要之文书 资料或物品 等于得以书面通知 相关的人陈述一件 受理揭闭机关 应将案件之受理调查过程 调查结果及相关文件 制作记录 受理揭闭机关 应于调查终结后 将结果通知揭闭者 委员段一康等 18人提案第11条 同亲民党党团提案第6条 委员中恐照等30人提案第11条 受理通报之主管机关 应对公益通报 事由为必要之调查 主管机关为前向调查 时得向公益通报者 或其所属事业单位 或机关购要求协助调查 或提供事证资料 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主管机关受理后 60日内应将调查处理之情形 或结果通知公益通报者 第12条 受理通报之主管机关 与调查时对于可以可为证据之物 则申请检察官扣押之 前向扣押准用 刑事述用法 关于扣押之规定 第13条 公益通报有下列构款 刑事治疑者 受理通报之主管机关 得不予调查或停止调查 1.不符合本法制规定 而通报这案件明显虚伪不实 3.案件已被公开 而公益通报者未能提出新事证 5.与调查程序中 或调查程序已结束这案件 为同一案件 而公益通报者未能提出新事证 5.主管机关要求公益通报者 协助调查或提供事证资料 但公益通报者非有正常理由 不予协助或拒绝提供 6.违反其他检举相关之法律 因前向不予调查或停止调查 或30日内 以书面序名室友通知公益通报者 12.力量党团提案第8条 揭发人之揭发内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受理揭发机关得不予处理 1.揭发内容非属第6条之揭发情绪 2.案件明显虚伪不实或无具体之内容 3.同意事由为主管机关调查中或调查程序 略以终结 而揭发人未能提出新事实或证据 新民党党团提案第5条 揭闭者之揭闭内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受理揭闭机关得不予处理 1.非第二条第一项 第二款锁定揭闭者所为之内部违法行事 2.为依第4条锁定揭闭方式所为之揭闭 3.揭闭内容明显虚伪不实或无具体之内容 4.与调查中调查程序终结这案件为同一案件 而揭闭者未能提出新证据或新事者 委员段仪康等18案提案第8条 续文部分同清兵党党党提案第5条 第一款首具 第二条第一项 摆为第三条 第二款位移第7条 第一项锁定揭闭方式所为之揭闭 3.以案件明显虚伪不实或无具体之内容 4.揭闭者与揭闭前案件已被公开 而揭闭者未能提出新试证 5.与调查中调查人区序终结这案件为同一案件 而揭闭者未能提出新试证 委员陈明文等19人提案第8条 法务部与接受举发后应及 以本法第5条之规定交委员会审查是否受理 但有下列各款情形因不予受理 并以书面通知揭闭人 1.揭闭案件明显虚伪不实 2.揭闭人性命名者 3.揭闭案件已经公开或发掘 揭闭人并无法提出新试证者 4.揭闭人不配合调查者 5.同意揭闭案件经不受理处分后 揭闭人无新试证而再举发者 6.缺乏具体试证 经二次以上通知补充佐证资料 仍无法补足者 委员中口罩的30人提案第3章 公益通报者之保护 12条党人提案第3章 揭闭人之保护 委员曾经文.19人提案第3章 揭闭人保护措施 委员中口罩的30人提案第14条 行政院直辖市县市政府应至公益通报者保护官若干明 公益通报者保护官职权之行使 由行政院指挥监督 公益通报者保护官任用及执掌之办法 由行政院定之 第15条 公益通报者保护官行使职权时 得为必要之调查并得采取下列措施 1. 向主管机关查询有关事项或请求提供相关资料 2. 恰请主管机关对公益通报者所属事业单位或机关购 进行调查并查明与案情有关事项 3. 恰请主管机关为必要之处置 4. 其他适当之措施 行政院提案第7条 政府机关购法人或团体个人不得因第5条 第一项锁列公务员或从事工作或是报酬之人 下称内部人员有下列行为而意图报复 对其财行不理不利之人事措施 1. 揭发弊案 2. 配合弊案之调查或担任证人 3. 拒绝参与弊案之决定或实施 4. 因前三款之作为而遭受不利人事措施后 依法提起救济 前项所称不利之人事措施指下列情形之一 1. 解职撤职免职停止解约降调或不利之考机 2. 陈处惩罚之及评定 2. 减薪犯罚款剥夺或减少奖金 3. 退休职母金 3. 与身兼有关之教育或训练机会 3. 服务力特殊权利之剥夺 4. 工作地点职务内容或其他工作条件管理措施之不利变更 5. 无故揭露揭闭者之身份 4. 因第一项各款行为而受不利人事措施之内部人员 等为下列请求 1. 回复其受不利人事措施前之职位及职务 其原职位以捕缺或经财测者 回复至相当之职位及职务 2. 回复其原有之年之特殊权利奖金退休职务金 3. 服务力工作条件及管理措施 3. 受人事不利措施期间奉心及或工资之补发 及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4. 受有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 或其他人格法 亦之侵害者虽非财产上之损害 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其名誉受被侵害者 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 前项第三款锁定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包括奉心及或工资以外 其他期待利益之合理估算金额 及遭受不利人事措施后 依法提起救济所合理支出之必要费用 必有禁止内部人员为第一项第一款 至第四款行为之约定者 其约定无效 委员中口网罩等 30人提案第18条 公益通报者本人亲属或与其有密切利害 关系人所属之事业单位或机关构 对其行使管理权之人 不得应以本法所为之公益通报 而对其施以下列不当措施 1.免职解雇之前降级降调或使其丧失职位等 不利之相类人事决定 2.承接强迫休假 减缝减薪取消奖金等 不利之相类人事决定 3.调职重新分配工作禁止申签或其他违反个人意愿之相类人事决定 4.考基工作绩效歧视或相类之不公待遇 5.取消教育培训或其他工作进修机会之决定 6.为强暴胁迫侮辱或骚扰等致心生恐惧之行为 7.政治以定定之契约或阻止定定其他契约等影响经济定位之决定 且显有不当者 8.其他损害生命身体财产劳动条件及其他相关利益之权益等不利之行为 且显有不当者 8.要派事业单位不得因派遣劳工之通报行为 而终止与派遣事业单位之派遣纪约 8.亦不得要求派遣事业单位解雇或更换该派遣劳工或使其受有前项之不当措施 1.依向事业单位或机关购或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二项之不当措施者无效 第19条 公益通报者本人亲属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人应前条其因所致之损害 得请求所属事业单位或机关购或对其行使管理权之人终止不当措施 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 并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 但所属事业单位或机关购或对其行使管理权之人 能证明无过失者不在此限 公益通报者本人亲属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人应不当措施而致其业务推动工作氛围 或身心状况受影响者所属事业单位或机关购或对其行使管理权之人 经该同意应主动调整其职务或调离限制 十二一样党男提案第四条 本法所称之不当措施指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应揭发行为无正当理由 而对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为下列之行为者 一不利于其身份官职等级奉级工作条件管理措施解雇降调或潜心等不利于待遇 二争执解除变更或不给予其依法令契约或习惯上所应享有之权益 三为强暴协迫侮辱骚扰或其他干扰之行为 第十条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不得无正当理由 而对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为不当措施 法律行为违反前项规定者无效 第二十二条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应揭发行为受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施语无当措施者得以其原有身份关系所适用之法律程序 请求救济 前线机关购法人或团体个人对于该不当措施 与揭发行为无关之事实负取证责任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 揭发人或其关系人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不得无正当理由而对 揭发人或其关系人为第二条第三项之不让措施 第十三条 揭闭者或其关系人应揭闭行为受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施语不当措施者得以其原有身份关系所适用之法律程序 请求救济 前线机关购法人或团体个人于前线救济程序中 应就其措施与揭闭行为无关付举证责任 委员段一干等十八案提案第五条 盆法所政治不到措施 揭闭者或其心密切关系人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应揭闭行为无正当理由而对揭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为下列之行为者 一 律及身份官职等级 奉起奖金之处分解雇 降调减薪不合理之管理措施或有关工作条件之处置 二 终止解除变更或不给予其依法令契约或习惯上所应享有之权益 三 为强迫协迫侮辱骚扰或其他干扰之行为 第九条 接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所属机关购或其上级机关购法人或团体个人不得无正当理由而对 接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为第五条之不当措施 所以接闭者就是看出最可以的 委员成平问长19人提案 第十九条 接闭人工作单位于六个院内 若无充分理由不得对接闭人予以解雇解职降薪调职或其他不利之处分 第二十条 任何公司部门不得应接闭人揭发弊端对其采取不利措施 委员于乱如等二十人提案 学校经贵有用 第八条 任何人或机关购不得应第三条及第四条 锁裂公务员或从事工作措置报酬之人以下 下层内部人员有下列行为而对其采取不利之人事措施 第三条至第四条第七条之规定揭发弊案 二三 同行政院提案的二三款 第四款 同行政院提案的第四款 第二项序文部分 除不利之少的一个之以外 其他同 依公务员承接法法官所为之承接 依公务人员考经法所为之承处 或一 入海公军行惩罚法所为之惩罚 二 解职或解约降调减薪或奖金福利与特殊权利之剥夺 或不利之工作考机或评定 三 与申请有关之教育或训练机会之剥夺 四五款 同行政院的四五款 第三项 任职机关购或其主管或雇主 违反第一项规定时 所为之前项第一款之第四款之人事措施无效 受不利人事措施之内部人员得为下列请求 他完全是习惩罚的利用 一 潜尿工人员得为前项癌两项 福利与特殊价格同行政院的六项 通行政院的六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人认为前项市民后该等人事措施推定为有违反第八条第一项 但任职机关购或主管或雇主证明众无该等行为 其与当时人有正当理由采相同之人事措施者不在此下 行政问题案第九条 公务员于申诉再申诉副省处院评鉴承介行政诉讼或其他人事行政行为救济程序中 主张其有第七条第一项各款之行为而遭遗送 或受有不利人事措施者应先于其他市政而为调查 并以调查结果为成立或不成立之认定 据公务员身份之内部人员应受第七条第二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不利人事措施 所生同条第三项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赔偿请求权 自政府机关购以前一项主张做成回复原状行政救济为有理由之决定 确定之日起 因第七条第二项第五款不利人事措施所生之赔偿请求权 自知悉事实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六个月间不行使而消灭 据公务员身份之内部人员主张其应有第七条第一项各款之行为 而遭遭遗送惩戒进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或职务法庭审理后 认定其第一项之主张成立并为不受惩戒之判决确定者 亦得请求第七条第三项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赔偿 并准用前项时效之规定 前二项请求权之行使不妨害以民法国家赔偿法或其他法律 所得行使之权利 法院于第二项第三项审理期间必要时得征询两兆同意后 由律师公会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或裁判法人同意的公会 公会主管机关或检察署就法律与事实增点提出书章 供法院认识用法之参考 第十条第一项审理期间一同 十二项党判案提案第十三条 因执行职务或业务执席接发人身份之人 处法令你有规定或已经前调第五项之同意之外 不得泄露或交付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接发人身份之资料 违反权限规定者应依法追究其刑事与行政责任外 对因此遭受损害者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法之规定至接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有损害者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但能证明其无故意或过失者不在此限 行为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接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则请求损害而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条 因执行职务或业务之需 接闭者身份之人 处罚令你有规定或经本人同意者外 不得泄露足以识别接闭者身份之资讯 违反前条之规定者应依相关法律处罚 第十四条 违反本法之规定至接闭者或其关系人受有损害者 付损害赔偿责任 但能证明其无故意或过失者不在此限 前项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民事法律之规定 委员段仪康等18人提案第二十三条 相较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四条 在接闭者后期关系人前多一个密切两个字以外 其他军统 委员陈明问等十九人提案第十四条 机关或公务人员在接受举发 受理及移转接闭案件过程中 除今揭蔽人书面同意外 不得泄露任何组织并任揭蔽人身份之讯息及资料 如有泄密情势 因依法追究刑事或民事责任 揭蔽人因机关或公务人员在接受举发 受理及移转接闭案件过程中 故意或过失泄露其身份 而致生命身体或财产损害者得依法请求国家赔偿 其他因此遭受无力措施之内一统 第十五条 签条规矩于接闭案件移转后之管辖机关及公务人员 亦适用之 为余婉容等二十二人提案第十条 公务员于申诉再申诉附省处愿或评鉴 惩战程序中主张其有第八条第一项 第一款之第四款之行为 而遭受不利人事措施者 应先于其他市政而为调查 一半 接闭者所受第八条第二项第一款之 第四款之不利人事措施经机关回复原状 行政救济为由理由之决定 公务员成就委员会或职务法庭 为不受判决者 即因同项第五款不利人事措施而受有损害者 得于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 因第八条第四项第三款 请求损害赔偿并以任职机关购 或其主管机关为被告 向行政法院起诉为之 前项之期间建满后 不妨害以其他法律所得行使之权利 第四公会公益团体同月公会公会或检查署 经法院许可后 得于第二项诉讼程序进行中 就法律与事实征典提出书状协助法院 妥视认识用法 第四一条第一项之诉讼程序一同 行政提案第十条 位居公务员身份之内部人员 应受不利人事措施所生 第七条第三项之请求权制 知悉事实发生之日起六个月间 不行使而消灭 前项请求权制行使不妨害 以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得行使之权利 以第七条第三项第一款 负值显有事实上之困难值 雇主得给付受雇人 不低于其适用劳动基准法 劳工退休金条例或其他法规所 规定之之前费退休金 及三个月以上补偿金之总额 何以终止劳务契约 前项补偿金 一受雇人为一七条第一项各款行为之前 一个月工资 一月工资计算 第一项之内部人员为政府机关 够法人或团体编制内 知影奉心及而定有委任契约者 得准用前二项规定 请求三个月以上之补偿金 但契约约定有利于内部人员者 从其约定 十二页党团提案第二十四条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之雇主或雇主之代理人 对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释以不当措施者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得于不当措施终止后三十日内 不经预告终止劳务契约或雇佣契约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依前项规定终止契约者 雇主应于契约终止日期三十日内 依下列规定发给支检费 一 同一雇主之事业单位继续工作 借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 一个月平均工资之支检费 二 一 全款计算之剩余月数 或工作未满一年者 以比例继续之 未满一个月者以一个月计 前项锁定支检费 雇主应于终止劳动契约三十日内发给 委员一晚五等二十日人提案第十一条 无需公务员身份之接蔽者 为第八条第四项之请求者 应于知悉事实发生日起六个月内 向普通法院为之 前项之期间届满后 不妨害于其他法律所得行使之权利 于第八条第四项第一款 负值显有事实上之困难者 得以雇主与受雇人双方合议 或法院判决终止劳务契约之方式取代之 受雇人并得以同项第三款 请求补发劳务契约 终止日前之奉紧或工资 及损害培长 前项情形雇主除依法 给付之前费或退休金外 并以给付六个月以至 一年之平均工资 总额之补偿金 其有离职后 近月禁止于一年之约定者 以该约定之期间为给付上限 委员总统造成三十二人提案 第五章法则 十二两党团 及委员陈明文的十九人提案 第五章均为法则 委员总统造成三十二人提案 第三十一条 公益通报者所属事业单位 或机关购违反 第十一条第二项之协助调查 义务者处心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 十二两党团团提案 第二十七条 违反第九条 第五项者得处心台币 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在京通知 无正当旅游 规避 妨害或拒绝者 主管机关 得继续通知调查 并暗示处心台币 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还 至接受调查 到场陈述意见 或提出有关账册文件 等资料或证物为止 委员中头站等三十二人提案 第二三十二条 违反第十六条规定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或病科 心台币十万元以下罚禁 委员成立问的十九年 提案第二十五条 公务员泄露或交付 关于依本法应受 身份保密 揭露 揭闭人知文书 图画 消息 相貌 身份资料 或其他足之辨别 揭闭人知误评者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因过失犯前 两项之罪者 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心台币 三十万元以下罚禁 非公务员因职务 或业务知悉 或持有第一项之文书 图画 消息 相貌 身份资料 或其他足之辨识别 揭闭人知物品 而泄露或交付资者 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心台币 三十万元以下罚禁 所缘侦头战 三十万元提案 第三十四条 受禁止或限制 特定人违反法院一 第二十四条 第二项第二款制 第四款 所为之命令或裁定者 所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心台币 五十万元以下罚禁 十二月份 提案第二十八条 受禁止或限制 之特定人违反检察官 或法院一 第十八条 第二项第二款 第三款 所为之命令或裁定者 所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心台币 十万元以下罚禁 新民党党提案第十七条 无故骚扰 违反检察官或法官 以本法所为之命令或裁定者 所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心台币 五十万元以下罚禁 委员段一康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六条 同十二辆党党提案 第二十八条 为后面的罚禁 数额 改为五十万元 行政院提案第十一条 违反第七条 第一项规定者 其具有公务员身份者 按其情节 轻重 依公务员惩戒法 公务员考基法 或其他相关法规 予以惩戒或惩处 畏惧公务员身份之人 法人团体者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处 新台币五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罚禁 但其他法律 有较重之处罚 规定者 从其规定 委员中孔照等 三十二人提案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十八条 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 经通知 性及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处新台币 二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禁 居管机关 采除罚禁 得以事业单位 或机关够规模 违反人数 或违反情节 驾重其罚禁 至法定罚禁 最高额二分之一 第三十五条 公务员违反本法 之规定者 按其情节 轻重 依法追究 行事与行政责任 时代力量党团 提案第二十九条 公务员违反本法 之规定者 应按其情节 轻重 依法予以 惩戒或惩处 亲民党党团 提案第二十八条 公务员违反本法 之规定者 得按其情节 轻重 依法予以 惩戒或惩处 委员段一康等 十八人 提案第二十七条 同新民党党团 提案第二十八条 委员陈明文 等十九人 提案第二十六条 故意违反本法 第二十九条 及第二十条规定 经主管机关 制止或要求改正 而不离者 除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新台币 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委员于婉如等 二十二人 提案第二十二条 违反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之规定者 其具有公务员身份者 由其任职机关购 移送惩戒或惩处 会具公务员身份者 由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处新台币 五万元以上 五百万以下罚还 委员中控罩 等三十二人 提案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法 经主管机关处以罚还者 主管机关 应公布其事业单位 或机关购置名称 负责人之姓名 处分金额 处分日期 违反条款与内容 等其他相关资讯 并限期令其改善 接其为改善者 应暗自处罚 主管机关财罚 财处罚还 得省着事业单位 或机关购 累计为四次 违法次数 或为依法 给付之金额 为量罚轻重之标准 行政人提案第十二条 揭闭者向受理 揭闭机关之陈述内容 涉及国家机密 营业秘密 或其他依法 应保密之事项者 不负卸密之民事 行事行政及职业伦理 之惩戒责任 其应揭闭 向律师征询 法律见者一同 委员余婉如等 二十人提案第十三条 适用第三条 及第四条之揭闭者 其向第六条 受理揭闭机关 之陈述内容 涉及国家机密 营业秘密或其他依法 应保密之事项者 不负卸密之民事 行事行政与惩戒责任 其应揭闭 向律师征询 法律见者一同 行政人提案第十三条 揭闭者系揭闭内容 所设犯罪之证犯或公犯 且符合证人保护法 第三条及第十四条 第一项之要见者 得一同法 第十四条第一项 予以减轻或免除其行 不受该法第二条 所列罪名之限制 机关设理 前向经法院判决 免除其行确定 之戒闭者申请 在任公职案件时 得不受公务人员认用法 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第四款之限制 委员仲宏罩等 三十人提案第二十七条 公益通报者就公益通报 事由应付之相关法律责任 因公益通报得减出或免除之 公益通报者不负前向锁定 免责事由之举证责任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五条 应揭发人举报 或提供相关具体实证 而查获不法事实者 就其揭发之不法案件 设有法律责任者 得减轻或免除之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五条 戒闭者于刑事案件侦查中 或刑事案件调查中之公诉 或所提证据 有助于弊案之调查 并因而查获不法行为者 戒闭者于该弊案 所设刑事犯罪 得减轻或免除之行 其所设行政责任 亦得减轻或免除 委员段一康等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五条相同 增订第二项 前项情形 因审着其责任之 轻重及公共利益之维护 委员陈明英等十九人 提案第二十一条 戒闭人应揭发弊端 至遭受刑事追溯者 法院得减轻或免除之行 戒闭人应揭发弊端 有受不利行政处分之于时 委员会的要求 处分机关或减轻或免除之 处分机关非有正当理由 不得拒绝 戒闭人应揭发弊端 至违反职务上保密 义务时 事为未违反 戒闭人应揭发弊端 至他人受损害时 不负损害备偿责任 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 不在此线 于集体协议 劳动契约或物品供应契约 定有禁止揭发弊端者 其约定无效 委员于万如等 二十二人提案 第十四条 试用本法制戒闭者 系揭并内容所设犯罪 之证犯或公犯 且符合证人保护法 第三条及第十四条 第一项之要件者 得依同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予以 减禁或免除其刑 不受该法第二条 所列罪名之限制 前项戒闭者 经法院判决免除其刑 确定者申请三任公职值 机关得不受公务人员 任务法第十八条 第一项第四款之限制 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 戒闭者符合证人保护法 第三条之要件者 其本人或其配偶 直接写进其他身份上 或生活上 有密切关系之人 得依该法施行 是以人身安全之保护措施 不受该法第二条 所列罪名之限制 意图妨碍或报复 受本法保护之戒闭者 接发弊端 配合调查或担任证人 而向戒闭者或其配偶 直接写清 其他身份上或生活上 有密切关系之人 实施犯罪行为者 依其所犯之罪 扎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委员中文照等三十人提案 第二十条 公益通报者本人 亲属或与其有密切 利害关系人 因公益通报 至其人身安全 受有立即危害之于时 警察机关得益职权 或依公益通报者 本人亲属 或与有其密切 利害关系人 主管机关 或公益通报者 保护官之请求 及时采取必要 至人身保护措施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第十四条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应揭发行为 至于其生命身体 或自由有事实 主任将遭受 立即危害之于时 司法警察机关 得益职权 或依揭发人 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发机关 之请求 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 前向情形 司法警察机关 应与七日内 将所采保护措施 呈报警察官或法院 警察官或法院 如任该保护措施 不适当者的命便 跟或停止之 亲民党党团提案 第十一条 揭闭者或其关系人 应揭闭行为 至其生命身体 或自由有遭受 立即危害之于时 司法警察机关 得益职权 或依揭闭者 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闭机关 之请求 采取必要之保护措施 委员段一康等 十八人提案 对照亲民党党团案 提案第十一条 除了聚首 之关系人前 加密切两个字之外 其余相同 委员陈明雲等 十九人提案第十八条 意图妨碍或报复本法 及保护之揭闭人 持续 揭发弊端或配合调查 而向揭闭人 此时犯罪行为者 依其所犯之罪 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罗言于婉如等 三十人 等二十人提案 第十五条 适用本法之揭闭者 符合证保护法 第三条 之要件者 其本人或其配偶 直系写经 或其他身份上 或生活上 有密切关系之人 得以该法 是以人身安全之保护措施 不受该法第二条 所列罪名之限制 意图妨碍或报复 受本法保护之揭闭者 揭发弊端 配偶调查 或担任证人 而向揭闭者 或其配偶 直系写经 或其他身份上 或生活上 有密切关系之人 实施犯罪行为者 以其所犯之罪 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我云中宏招等三十人提案 第21条 公益通报者 本人亲属 或与其有密切关系 密切利害关系人 因公益通报 至其生命身体财产 及其他相关的意志 权益受有侵害或损害之余 而有受保护之必要者 公益通报者 本人亲属或与其 有密切利害关系人 得向法院申请 合法公益通报者保护书 检察官 警察机关 主管机关 或公益通报者 保护官 得向法院申请保护书 保护书之申请 撤销 变更延长 及抗告 均免征裁判费费 并准用民事诉讼法 第77条 第23 第4项规定 时代力量党团 提案第15条 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应揭发行为 至其生命身体自由 有遭受危害之余 而有受保护之必要者 法院于申理中 或检察官 于侦察中 得益自权 或依揭发人 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发机关 之申请 合法揭发人保护书 申请保护之犯案件 向该管案件 至法院或检察署为之 亲民党党团提案 第12条 揭闭者或其关系人 应揭闭行为 至其生命身体自由财产 而遭受危害之余 而有受保护之必要者 法院于申理中 或检察官于侦察中 得益自权或依揭闭者 或其关系人 受理揭闭机关之申请 合法揭闭者保护书 申请保护书之案件 以该管案件至法院 为管辖法院 合法保护书之审查程序 不公开之 执行保护之案件 应受保护之事由消灭 以无保护之必要 请示变更或受保护人违反 请调应遵守之事项者 检察官或法院 得益自权或依申请停止 或变更保护措施 委员段一康等18人提案第十五条 揭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 应揭闭行为 致其生命身体自由财产 而遭受危害之余 而有受保护之必要者 法院于身体中或检察官 于侦察中得益自权 或依揭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闭机关之申请 合法揭闭者保护书 申请保护书之案件 以该管案件之法院 为管辖法院 委员陈明文等19人提案第十六条 揭闭人亲属或同居人 应揭发弊端 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时 委员会得主动或应其要求 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人身安全 委员会得要求警察机关 提供前向人身保护要求协助 警察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第十七条 前调人身保护之同意 驳回变更停止或 及其他相关事项 由委员会决议之 委员中文照等30人提案 第十二条 应公益通报而申请合法保护书 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及受保护人之姓名 性别年龄机关 驻居所或送达出所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或 护照号码二 公益通报是由及主管机关三 请求保护之事由 四由保护必要之理由 五请求保护之措施 实在力量党团提案第十六条 申请合法保护书 应以书面记载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及受保护人之姓名 性别出身体约日 驻居所或送达出所 身份证统一编号或护照 编号二 揭发至案件及其要指 三受理揭发机关 四请求保护之事由 五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五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六请求保护之方式 委员段一康等事 办案提案第十六条 对照实在力量党团提案 第十六条 除了第一款墓具修正为 身份证明文件编号 及第六款墓具方式修正为 措施外其余均相同 委员中口等三十人提案 第二十三条 保护书之申请 应程序或要件有欠缺者 法院得以命令或裁定驳回之 但其行可以补证者 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法院对于前项申请之审查 任由理由者应合法保护书 任无理由者应以命令或裁定驳回之 和法保护书之审查程序不公开之 法院得以职权调查证据 并得以书面审查之 实在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七条 申请保护书之程序或要件有欠缺者 检察官或法官应以命令或裁定驳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补证者 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检察官或法院对于保护书申请之审查 任由理由者应合法保护书任无理由者 应以命令或裁定驳回之 合法保护书之审查程序不公开之 检察官或法院对于申请保护书之案件 得以职权调查证据 委员段一康等18人提案第十七条 对照实在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二项均相同增定第三项 前二项之命令或裁定申请人不得声明不符 第四项第五项分别于实在力量党团提案第四项相同 委员中盟照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四条 法院合法保护书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及受保护人之姓名性别及年龄 二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三保护之措施 四保护之期间 五执行保护之机关 六表明其为保护书合法之命令或裁定之一指 及不符干命令或裁定之救济方法 其间及其受理机关 前向第三款保护之措施 未下列一款或数款措施 一命警察机关派源于 一定期间内随身保护受保护人之人身安全 二禁止或限制特定人接受受保护人之身体 处理所或送他住所工作场所 或为一定行为 三禁止特定人对于受保护人骚扰接触 跟踪通话通信或其他干扰受保护人之行为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八条 检察官或法院合法保护书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生命令及其受保护人之姓名性别及出生年月日 二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三保护之措施 四保护之期间 五执行保护之机关 其他第三款保护措施 只下列一款或数款措施 一命司法警察机关派源于 一定期间内随身保护受保护人之人身安全 二禁止或限制特定人接受受保护人之身体 处理所工作场所或为一定行为 三禁止特定人对于受保护人骚扰接触 跟踪通话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联络行为 委员对应康等十八条提案 第十八条 检察官或法院合法保护书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及受保护人之姓名性别及出生年月日 二有保护必要之理由 三保护之措施 四保护之之先 五执行机关 六保名其位保护书可发制命令或裁定之一旨 即不符该命令或裁定之救急方法 其间其受理机关 检查第三款保护措施指下列一款或数款措施 一命司法警察机关派员以一定期签订 随身保护受保护人之人身安全 二禁止或限制特定人接受受保护人之身体 住居所工作场所或为一定行为 三禁止特定人对于受保护人骚扰接触 跟踪通话通信或其他干扰受保护人之行为 五人中文照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五条 受保护书因送达申请人受保护人受禁止 或限制特定人及执行保护之机关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九条 保护书因送达申请人受保护人受禁止或限制之人 受理揭发机关及执行机关受禁止或限制之人 得对检察官或法院第十八条 第二项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命令或裁定声明不符 前二项之程序准用其他相关法律之规定 委员段一康等十八案提案第十九条 保护书因送达申请人受保护人受禁止或限制之人 受理揭发机关及执行机关受禁止或限制之人 得对检察官或法院依第十八条 第二项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命令或裁定声明不符 前二项之程序准用其他相关法律之规定 实在立案党团提案第二十条 保护书由检察官或法院自行或发交执行机关执行之 前一项执行机关得以保护书之一旨 命受保护人遵守一定之事项 并得以管辖区域外执行其职务 所有参与合法及执行第一项保护措施之人 对保护相关措施均负保密义务 委员段一康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条 第一项同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一项 第二项同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项 委员中文照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六条 因公益通报而申请执行保护之案件 其应受保护之事由消灭 情势变更或议无保护之必要者 法院得以执行或议申请停止或变更保护措施 其中申请得由公益通报者本人 亲属或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人 检察官 检察机关 主管机关执行保护之机关 或公益通报者保护官为之 停止执行保护措施之案件 有重新保护之必要者 法院得以执行或议倡向之人 或机关之申请再许可执行保护之措施 实在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一条 执行保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检察官或法院得以执权或 依申请停止或变更保护措施 一 应受保护之事有消灭 或已无保护之必要 二 情之变更 三 受保护人违反前条 应遵守之事项者 四 经受保护人同意者 请让申请得由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发机关或执行机关为之 停止执行保护措施之案件 有重新保护之必要者 检察官或法院得以执权或 依揭发人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发机关或执行机关 再次申请再许可执行保护之措施 委员段仪康等 十八年提案第21条 执行保护之案件 应受保护之事有消灭 以无保护之必要 请示并用或受保护人 违反前条应遵守之事项者 检察官或法院得以执权或 依申请停止或变更保护措施 请让申请得由揭发者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发机关或执行机关为之 停止执行保护措施之案件 有出行保护之必要者 检察官或法院得以执权或 依接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 受理揭闭机关或执行机关之申请 再许可执行保护之措施 行政人提案第十五条 受理揭闭机关及其承办调查 或计查人员对于揭闭者之身份 以保密 非经揭闭者本人同意 不得无故泄露于被揭闭对象或他人 委员中文之道等三十人提案第十六条 公益通报者除法令令有规定外 其真实姓名及身份资料 主管机关于制作记录或文件书 或文书时 应以代号为之 不得记载公益通报者之姓名 年龄 机关住居所 国民身份证统一并号 或护照号码等 其他足以识别其身份之资讯 公益通报者之签名 如有保密之必要者 得以指应待之 再有公益通报者 生实身份资料之文书原本 应面行制作券面 封存之 除有全侦察机关政府机构 或法院有调查审查之必要 或法律另有规定之外 不得阅览此文书原本 公益通报者于接受调查或诉讼程序中 得以其要求蒙面 变身变相 视讯传送或其他世道方法隔离之 因业务或职务窒息 公益通报者身份之人 应对公益通报者身份资料 严守秘密 除法律另有规定 不得泄漏注意 识别公益通报者本人 亲属或与其有密切 利害关系人身份资讯 其五项身份保密措施 公益通报者得以 书面声明放弃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二条 揭发人之个人资料 除法令有规定 或以身份保密必要之情形 者外公益人 以制作笔录或文书时 应以代号为之 不得记载证人之年级 住居所身份证统一 编号或物账号码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情节方式 识别该个人之资料 该揭发人之签名 以案指应代之 再有揭发人身份资料之 笔录或文书 或文书原本 应另行制作诀面封存之 其他文书足以显示 揭发人知识分者一同 请让封存之笔录 文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以提供阅览 或提供侦查审判机关以外 之其他机关 够法人或团体个人 揭发人于接受调查审理时 应以谋面变身变相 视讯传送或其他 适当隔离方式为之 请四项之保密做事 余术理揭发机关告知 后揭发人得以书面放弃之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 揭闭人之个人资料 处罚令另有规定 或以无身份保密 必要之情形者外 公务员因制作 笔录或文书之 应以代号为之 不得记载揭闭者之姓名 性别出现 领域住居所 身份证明文件编号 或其他得以直接 或签接方式 识别该个人之资料 再有揭闭者 身份资料之笔录或文书 原本应另行制作 局面封存之 其他文书足以显示 接闭者之身份者一同 情形奉存之笔录文书 除法律令有规定外 不得提供阅览 或提供侦查审败机关以外 之其他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个人 接闭者于接受调查审理时 得依其要求 蒙命变身变相 试语传送或其他 适当隔离方式为之 于其依法接受对职 或结问时一同 前四项之保密措施 接闭者亦得放弃之 委員段一康总十八人提案 第十二条 第一项同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一项 第九条第一项 第二项 接闭者之签名 有保密之必要者 以案指印或签写代号代之 第三项同 亲民党党团 第二项 第四项同亲民党党提案 第三项 第五项同亲民党党团 第六项 前五项之保密措施 接闭者得放弃之 委員臣民党的十九人提案 第七条 接闭案件 应向法务部居民 举发接闭人身份 及接闭案件相关内容 资料应为保密 但今接闭人同意公开者 不在此线 接闭人同意前向事项 公开应以书面为之 第十三条 除今接闭人数面同意外 主管机关于接受举发审查 审查数理 及移转接闭案件时 对接闭人之姓名 您身份证词号 住居所等 足之辨认其特征 及揭发及接闭内容之资料 应于保密 对于接闭书状 笔录 记录 或其他相关资料 除有作为犯罪证据之必要者外 应另行保存 不复于调查案件内 委员于婉如等 二十人提案 第十六条 受第六条之受理 接闭机关 及审查或计查人员 对于接闭者之身份 应于保密 非经接闭者本人同意 不得无辜泄露于 被接闭对象或他人 前向机关或人员 无正当理由故意泄露足以 识别接闭者身份 知识资讯与雇主或他人者 除公务员 应依法追究刑事 及行政责任外 对因此受有损害之接闭者 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委员中母照等三十人提案 第十七条 应业务或职务 知其公务通报者身份之人 违反前条规定者 应按其情节经重 依法追究刑事 与行政责任 公务通报者 应身份泄露 自其生命身体财产 劳动条件及其他相关利益 之权益受有损害者 主管机关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委员段一康等十八天 提案第十三条 应执行职务或职业务 知其接闭者身份之人 除法令有规定 或经本人同意者外 不得泄露足以识别 接闭者身份之资讯 违反前项之规定者 依相关法律处罚 行政责任提案第十六条 接闭者应 以本法所受之保护 不应下列情形而丧失 一所揭露这内容 无法证实 但明显虚伪不实 或检举行为 经以诬告 伪证罪 判决有罪者 不在此线 二所揭露这内容 业经他人检举 或受戒闭机关以窒息 但案件以公开 或戒闭者明知 已有他人检举者 不在此线 委员中文招等三十人提案 第十八条 公益通报者明知 通报这案件 明显虚伪不实 或以其他非法目的 而为公益通报者 不次用情调之规定 时代列党团提案 第十一条 揭发人民知其 揭发事实 不实或以获取 不正利益为目的者 不受本法之保护 亲民党党团提案 第八条 对照时代列党团提案 第十一条 除聚首揭发人 修正为戒闭者外 其与相同 委员段一康等十八案 提案第十条 同亲民党党团提案 第八条 委员一万一如 等二十人提案 第十七条 第三条第四条 及第七条第一项 接闭者 但明显虚为不实 或检举行为 惊以无告 伪证罪判决 有罪者不在此线 而所揭露之内容 业禁他人检举 或设理 戒闭机关以窒息 但案件以公开 或戒闭者名制 已有他人检举 则不在此线 委员中文照等 三十人提案 第四章 公益通报者的奖励 时代列党党团提案 第四章 揭发人的奖励 委员陈明文等 十九人提案 第四章 揭闭奖励 行政院提案 第十七条 揭闭行为 得给予 得给予奖金者 奖金 给予基准 及相关事项之规定 由各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定之 任职之政府机关 够法人团体 或雇主对于揭闭者 以法令所得 领取之检举奖金 不得主张扣底 委员中文照等 三十人提案 第二十九条 因公益通报而查 或公益通报事由者 除有相关奖励 规定领取奖金之情形外 主管机关得着于奖金 但公益通报者 明知通报这案件 明显虚伪不实 以不争利益之获取 或其他非法目的 而为公益通报者 不得给予 前项奖励范围 程序金额和其方式 及其他应遵行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三十条 主管机关得 设立公益通报奖项 奖励或表扬 具重大贡献之 公益通报者 但公益通报者 不同意者不在此线 时代利亚党团提案 第二十六条 应揭发人之举报 或提供相关具体实证 而查或不法实施者 应给予奖金 揭发人同时 由两人以上者 视为共同揭发人 第一项奖金 发给之标准 及其他相关事项 由主管机关会同 各法规主管机关定制 但不得低于 无法令者 应揭发情绪 而受罚金 募收之财务 或财产上利益 最增价额 财产抵偿之总额 百分之十 亲民党党团提案 第十六条 应揭闭者之举报 或提供相关具体实证 而查或不法实施者 应给予奖金 揭闭者同时 由两人以上者 视为共同揭闭者 第一项奖金 发给之标准 及其他相关事项 由主管机关会同 各法规之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段一康等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五条 对揭闭者之奖励 以相关法令办理 委员陈明英文等十九人 提案第二十二条 为鼓励人民勇于揭发弊端 揭发案件时 政府不能不法 或妨碍公共利 之情绪得以起诉者 应就其所揭闭端 牵涉之不法金额 最高给予百分之五 之揭闭奖金 但主管机关 一定有奖励办法者 以其规定 其将牵涉不法之金额 及奖金发给 审核办法 有法或不定之 揭闭奖金最高 以清代币一千万元 一千万元为限 第二十三条 揭闭人如因其揭闭案件 遭受处分 惩戒或行则 人应给予奖金 第二十四条 揭闭人对奖金之发给 或金额不得异议 委员于婉如等 二十四人提案 第十八条 揭闭行为得给予奖金者 其奖金给予标准 其相关事项之规定 由根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任职机关购 或雇主对于揭闭者 依法所得领取之前 奖金不得主张 损一相抵 委员中恐照等 三十人提案 与时代力量党团提案 与委员陈明文等 十四人提案 第六章结为负责 委员中恐照等 三十人提案 第三十七条 公益通报者本人 亲属或与其有 密切利害关系人 其所属事业单位 或机关录 或对其行使管理权制 人不符本法 主管机关制决定 得以相关法令提起 诉论及行政诉讼 委员段一康等 十八人提案 第二十二条 揭闭者或其密切关系人 应揭闭行为受 所属机关购 或其上级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 个人施语 不当措施者 得以其原由 身份的关系所使用之法律程序 请求救济 前向机关购 法人或团体 个人 于前向救济程序中 应就其措施 与接壁行为无关 负举证责任 委员中恐照等 三十人提案 第三十八条 公益通报者保护官 就主管机关 调查认定为 公益通报是由 或公益通报者 所属事业单位 或机关购 有违反本法规定之行为 且情节重大者 得向法院诉请 停止或禁止之 请向诉说免缴裁裁判费 第三十九条 之下市 县市政府 应设公益通报 保护中心 办理公益通报者 自咨询服务 教育宣导 公益通报等事项 之下市 县市政府 公益通报 保护中心得以于 下区内 设分中心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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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二十人 提案第十九条 本法事实前之限于 其他法律关于本法揭毙 之揭毙程序 揭毙保护之规定 不再适用 但本法事实前 以依法 进行揭毙保护者 其效力不受影响 委员 称命 委员 第十九条 提案第十七条 揭毙人 如故意或重要过失 为虚伪之举发或陈述 知他人受损害 依法应付刑事 或民事责任者 从其规定 如因前项规定所 发之奖金 法务部应与追悔 行政院提案 第十八条 跟时代力量党团 提案第三十条 皆为本法 施行细则 由行政院 会同司法院 考试院定之 委员中控罩 等三十人 提案第四十条 本法施行细则 由行政院定之 为亲民党党团 提案第十九条 本法施行细则 由行政院会同 司法院即考试院定之 委员段一康等 十八案提案 第十八条 同亲民党党团 提案第十九条 委员陈明文等 十九人 提案第十八条 本法施施行细则 由行政院会同 司法院定之 行政院提案 第十九条 与 时代力量党团 提案第三十一条 与委员于宛如等 二十人提案 第十条 皆为本法 自公布后 一年实行 委员中控罩 等三十人提案 第四十一条 与委员陈明文 等十九人提案 第十九条 皆为本法 自公布日施行 亲民党党团 提案第十条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委员段一康等 十八人提案 第十九条 同亲民党党团 亲民党党团 提案第十条 继续修正动议 请常议修正动议 编号一 第三条 对照行政院草案 增认第二项 前项第七八 款公告之四项 主管机关 应每年检讨 更新公告 第十一条 前段修正为 违反第七条 第一项 规定者 机关首长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段都同提案条文 后段于 但书前 增列 法人团体之负责人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十三条 第一项后段 增列 亦得 因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一 给予还起诉 处分 不受所犯 为死刑 无期徒刑 或最轻本刑 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以外 之罪之限制 第二项 同草案条文 提案人 委员 郑运鹏等 宣诺完毕